习在党内面临极端危险 中国精英绝望呼喊与抗争 中俄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密切关注美国反应 中国人口腰斩至下滑 2023年相当于消失一座城市 中共称火箭成功发射 擦海落广西村庄 还冒黑红烟 川普如胜选将扩大对中共贸易战 内部阻力将减少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中国财新网的一篇文章日前引发各界关注 有分析说习近平下令删除这篇 也用自己原话的文章 说明他对自己都不相信 也有分析认为 这是中共国的精英们 在经济下行中自决与抗争 也是绝望中的呼喊 12月25号 中国财新周刊发表社论 大胆重提关于邓小平所说的 改革开放要靠实事求是的言论 并引用习近平曾经说过的话 历史反复证明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新党新国 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这篇文章一出来引发了诸多猜测 虽然文章不久后被删除下架 但引发讨论仍在持续升温 旅美食病人士蔡慎坤表示 中共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已经空前高涨 只是现在很多人敢怒不敢言 财新站出来发声 中共党内的各种势力都会受到鼓舞 至于能否挑战到习近平的权威 中共党内的高层还需要形成合力 12月27号 中国问题专家秦鹏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 这样一篇站在中共党内的立场上 也用习近平自己的话 但要希望中共当局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文章 也被习近平手下给删除了 这表明不仅是中共体制内改良已死 而且中共现在也不敢直面问题 习近平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继续改革开放 他能做和想做的就是保党 保住自己的权利 而且习近平连也用自己的原话的文章都能够删除 说明他不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 也不相信中共能靠改革开放度过危机 而所谓的四个自信之类的话 都是骗外人的 连习近平自己都不信 声明胡二代的评论人士向阳 在X平台撰文指出 这是中共国的精英们 在经济下行中的自觉与抗争 也是被迫在绝望中发出的呼喊 向阳认为 中国的经济下行是重建新经济模型的必经之路 在不可逆转的统治经济下 中国的经济线模型要走向终结 展示了不可持续性 今对此感到绝望 为统治经济播种 中共政府坚实经济舆论 干预游戏行业等行为 为的是清除半市场经济成果 而财新代表的阶层 遭到了极大压力 面临着全失或是全德 这充分体现出 中共国的经济精英们 在绝望边缘的绝望呼喊 而这篇文章也反映出 中共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 达到了很强烈的程度 早在今年的12月22号 刘奥法学家袁洪斌教授就指出 中共官员大规模躺平和戴政现象 会不断增加 所以习近平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强化 中共党内的大清洗 他推测 中共党内会出现一波波 更凶险 规模更广泛的大整肃浪潮 他也披露说 现在中共官场中的官员们 私下也对习近平嘲笑和蔑视 已成了普遍的现象 他也预测 随着习近平面临的民心动荡和官员如潮 习近平在2024年 可能面临突发的反叛事件 对他来说非常的危险 有分析指 中共与俄罗斯想联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他们一直在关注 美国对胡塞武装组织 攻击红海商船的反应 12月25日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 在做客77W ABC电台时 提到了他撰写的 关于中共与俄罗斯的新文章 他在文章中指出 众俄正在形成一个新轴心的核心 而围绕这个核心的是代理人 以及代理人的代理人 像是伊朗 阿尔及利亚 朝鲜和一系列恐怖组织 张家敦向77W ABC电台表示 习近平与普京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 他们基本上把国际体系一分为二了 习近平与普京想接管国际体系的另一半 而且事实上 他们在考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他们一直在讨论使用核武器 据美国五角大楼在今年10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目前中共的核武库中有500多枚作战核弹头 预计中共在2030年将增加到1000枚 据美国科学家联盟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目前拥有大约4489枚核弹头 张家敦指出 中俄在清乌战争中 以哈冲突中 以及北非都有合作 而且中俄都在关注拜登政府 对也门胡塞叛军 在红海区域袭击来网商船的反应 据悉 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已经和哈马斯恐怖分子结盟 张家敦表示 我们应该打击胡塞武装的港口 还应该打击伊朗的港口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展现出 我们愿意捍卫自己 我认为这将使中共与俄罗斯坐立不安 因为他们一直在支持伊朗 对以色列和对红海航运的攻击 但是他也指出 因拜登政府没对他的建议 采取什么行动 这也导致中共 俄罗斯人和伊朗人很可能想 好吧 让我们再出去干点什么吧 张家敦在文章中写道 习近平宣布向美国发动人民战争 明确表示 必须要摧毁美国 消灭美国人 普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他只希望美国不要挡住他的路 因为他要在最大程度上 重建俄罗斯帝国 今年12月中旬 据搜狐智库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新生儿在今年有788万 死亡人口是1100万 这显示出中国人口在今年已经减少了312万 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少了一座中等城市 这也标志着中国首次出现300万人口的负增长 有网友在微博上贴出一张幼儿园的排版表 并且复文说 什么叫做人口断崖式下降 看看这个幼儿园的班级比例 中班5个班 大班6个班 小班却只有1个班 从中可看出 这几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 12月22日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 易富贤 在X平台上公开了湖南省教育厅 于11月29日下发的一份文件 该文件是为了应对学龄人口锐减 解决中小学教师过剩的分流问题 文件显示 湖南学前教育从2021年快速下降 到2025年减少33% 到2030年减少54% 小学教育从2024年出现下降 到2030年减少46% 到2035年减少62% 初中教育在2024年达到峰值 从2030年开始下降 到2035年减少53% 这说明到了2030年 湖南省的学龄前人口比2021年少了54% 小学生比2024年少了46% 这个数字几乎达到腰斩的程度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 易富贤披露说 湖南的情况还是相对算好的 东北华北与华东的人口危机更为严峻 北京郭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国新生儿的人数逐年减少 其中主要原因是年轻人惧怕生育 就是他们无法保证能给孩子吃上安全的食物 特别是婴幼儿奶粉 他们就拒绝生育 所以我觉得挺可悲的 而中国人口急剧减少 也会引发经济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国的人口危机是全球的问题 可能拖累全球经济 中共近日声称成功发射火箭 但民间传出消息显示 该火箭残骸落入广西村庄 还冒出对人体有害的黑色与红色的烟 12月26日中共官媒中心社报道说 当天早上6点左右 在广东省阳江附近海域 相关人员通过长征11号运载火箭 发射了事业24号C卫星和3枚卫星 此前一天中共海事局发警告说 南海部分海域在26号中午将火箭残骸掉落 禁止船只进入 虽然中共官方说这次火箭已经成功发射 并且达成了任务目标 第26号下午 网上流出中国军事博主刘成春 发出的视频显示 火箭残骸并没掉进南海 而是有火箭助推器的残骸 掉进了广西田里县民众的居住地 从视频中可见 以此有火箭助推器从高空掉到树林里 有部分残骸落在当地百姓房子的附近和村庄道路上 网友Duck德伯也分享视频显示 一部助推器残骸从空中掉到地面爆炸后 冒出黑色和红色的烟 据悉 长征三号火箭包括辅助火箭第一截与第二截火箭 使用的燃料都是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井 其中四氧化二氮会和二氧化氮形成动态平衡 这也是火箭残骸为什么会有红色浓烟的原因 而且二氧化氮和四氧化二氮都有毒性 偏二甲井接触大气会产生黄色的N亚硝基二甲氨 对人体有致癌的可能 尽管中共随后要求在火箭残骸附近的村民撤离 但是这起事件将对村民产生什么样的危害性后果 还有待关注 最外媒报道 如果川普赢得美国大选 将继续扩大对中共的贸易战 而且他在政府内部遇到的阻力将比第一届任期少很多 12月26日 据《纽约时报》报道 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赖海泽表示 川普在第一任期内 美国的通膨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 他指出效率 获利和低价格都很重要 但政府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给美国百姓 创造出更多不销大学学历的制造业工作名额 自称是关税人的川普一直为可能赢得的第二任期 储备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 《纽约时报》报道 如果川普赢得大选 将会通过扩大进口关税等限缩手段 让美中贸易进行脱钩 而且川普将会推出更猛烈的关税措施 但他在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 预计会比第一次指证时减少很多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川普在竞选文件和媒体访谈中 都表示要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并对贸易伙伴征收相应关税较高的税率 他也表示希望取消和中共的正常贸易关系 而这一法律步骤也将自动提高 从玩具 飞机 到工业材料等各类型商品的关税 川普与拜登政府的前贸易官员 现任之于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柏林指出 对川普来说 贸易就是他的Alpha和Omega 而贸易政策就是外交政策 我们应期待他在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天会发生一些事情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